大家好,早上刚起来,我这两天有事,这两天家里面事挺多的,所以不怎么关注,就说白了不怎么出来翻墙,出来看网上这些消息 那今天早上起来了,起来关注了一下,不得了啊,真的不得了 什么事呢,这个拜登竟然在佐治亚州与川普得票与拉平了 现在我得到消息,川普只领先1900票 1900票 佐治亚州呢,现在开票率已经达到99%了 佐治亚州一共有16张选票 那拜登其实后面五个州啊,只要任意一州拿到这个6张选票以上都赢了 所以呢,川普只领先1900票 那看来是翻盘机会很大啊 那这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啊 那除了这个佐治亚州可能翻盘以外啊 包括内华达 内华达双方这个也是逐渐拉近啊 内华达呢,目前来看 拜登得票率是49.4% 川普是48.5% 看来也不乐观川普 呃,佐治亚州 刚才讲完了啊 还有一个叫宾夕法尼亚啊 也是这个大州20张选票 那宾夕法尼亚现在看来 呃,川普的得票啊 他的这个领先幅度在在快速的收窄 所以你可以看啊 现在拜登啊 真的啊 任意三州啊 只要拿下任意的一个州就可以 这三个州 拿下一个州都可以 你像这个最简单的那六票的那个 内华达啊 现在对拜登也有利 所以整个局面翻转了啊 呃,川普现在应该是在想一想 他自己啊,离开白宫的最后时间了 呃,后续还有什么新的消息 我再跟大家说吧 早上刚起来 我一看这个情况不简单啊 啊,呵呵 我现在呢 家里边有点事啊 所以呢 家庭为主啊 不怎么翻墙出来了 所以可能这两天的视频少 啊,我看了有些人留言了 啊,我有机会吧 有时间我就录一点 然后啊,录一点 没时间呢 我也就不怎么做视频 对吧 因为这本身也不是我的职业 我希望你们还看一看那些职业的啊 每天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 八个小时挂在网上那个 啊,那帮人 我觉得你们看看他们挺好 我呢 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互联网上啊 这是人生啊 有很多是不是啊 说白了 有很多值得咱们关注的事儿 不一定是互联网这点事儿 互联网这点事儿都是我 吃完饭 哎 拉完屎 睡完觉 跟你唠唠嗑 你千万别以为我是专业的 职业的 天天陪你唠 我没那嫌疑功夫啊 嗯 还是看看那帮职业的吧 那帮职业的是吧 拉屎 吃饭 睡觉 都挂在网上 可他们牛逼了 我看我你会比较重 my 我对你 那个 睡觉 感谢观看